Fillow有条路 今天我们是关心世界的议题 我們倒數進入世界輝癌大會 香港也有很多醫生會去的 其中一位就是Matthew醫生 去這些國際交流會議也很重要 主要是想知道現在國際最新的發展 尤其在治療方面是用什麼藥物 和什麼藥物可以在什麼情況出現 但是輝癌這麼多年了 就算有極速發展也半世紀的事 現在的方向是朝著什麼方向發展 醫治輝癌方面 其實輝癌當然是有很多年的歷史 但是近這十多年 其實無論在診斷和治療方面 都有一個很大的突破性的發展 如果我們用一個數字簡單地說 輝癌的存活率 可以近這十年已經多了四、五倍 四、五倍? 沒錯 不是五成那種是五倍 那真的很大進步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最主要是什麼突破呢? 最主要是所有東西都要配合 一來在診斷方面 我們要拿到足夠的樣本 去做一些化驗室的分析 碰巧這三個層面 就是診斷、化驗和藥物的治療方面 都有同步的突破 少一樣都不行 而化驗室裡面 它也可以查探一個基因的圖譜 基因的特别 即現在是基因的研究方面有突破 所以都幫到手的? 最新的字眼我們會叫做 個人化的治療 即是不是一個裁縫 一件衣服就這麼簡單 我們真的要量度所有不同的尺寸 來量度新定做 沒錯 Lisa剛才介紹Matthew醫生的顏色 你是說是呼吸系統科 是嗎? 我們平時聽空肺科 和你這個科 呼吸系統科的分別在哪裡? 我相信 就算是 寒內人也未必 真的? 很清楚 要去到世界揮咸大會那些 就可以再分 我也試過有人問我 Matthew 你是呼吸系統科 他本身也是醫生 其實他說 呼吸系統科 究竟我什麼情況 需要找你呢? 是否調戲不順 呼吸不了 的時候才找你呢? 好 一件事就是 稱號的問題 原來我們根據醫務衛生署 的專科註冊上面 出奇地 並沒有一個叫做 空肺科的專科醫生 真的出奇地 空肺科 其實在註冊上面 你是找不到有 空肺科醫生這件事 但不是 好像我有時候 政府的新聞片 也有空肺科這件事 是 可能有一點點混亂了 就是 政府有空肺科 那個譬如說 灣仔空肺科 或者九龍空肺科 那個比較主要看 就是看肺爐 是註冊的 但是如果你去上網去查探 一個叫做空肺科 你就找不到一個叫做 空肺科的醫生 你就會找到一個叫做 呼吸系統科的醫生 如果我簡單來說 其實… 就是空肺科有時候 好像路牌一樣 就是 那道門進去就是空肺科 或者這條路走到空肺科 但醫生其實就是 呼吸系統科的專科醫生 市民可能比較熟悉 每一個器官去看 譬如心臟、腦 所以其實如果有肺爐 空肺 其實就是呼吸系統科 裡面的分支 所以呼吸系統科 就是看完這些 譬如說最常說的 最常接觸得多的 譬如說 咳了很久也不好 第二就是說 肺炎 肺癌 肺爐 是 爆肺 或者肺有纖維化 這些現象 都是和呼吸系統科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 真的秉承著我經常說 那四個字 澄清誤解 下次見到醫生 你不要跟他說 你是胸肺科專科 Mathie醫生說 不是胸肺科專科 是呼吸系統科的專科 但我經常說 譬如我這些 你有沒有鼻敏感的? 有 其實在香港很多人有鼻敏感 十個有九個都有 我沒有意識 我已經有鼻敏感了 我覺得 自出糧胎以來 我想我也是 香港很多都是 小朋友很慘 譬如 呼吸系統科 是不是都包括鼻敏感 敲喘感 敲喘感 也有關你的事 那是否叫上呼吸度 如果這樣說 上呼吸度 大家聽得多 是 通常分界線就是腥帶 腥帶以上 就叫做上呼吸度 腥帶以下 就叫做下呼吸度 是 不過很明顯 這個是我們自己去分辨 病就不會去分 耳鼻喉呼呼 耳鼻喉 更加 所以我剛才說 通常我們用器官去分 比較容易明白 耳哥 耳仔 鼻哥 還有喉嚨 耳鼻喉 通的 通的 其實病 就不會去分 什麼叫上呼吸度 才去襲擊 下呼吸度才去襲擊 其實如果上呼吸度 控制得不好 都會影響下呼吸度 即是譬如說 氣管和肺炎 當然 鼻敏感 這些其實就算家庭科醫生 基層的治療 他都會處理得到 通常耳鼻喉 他們比較側重在 他本身的出身就是在外科的面 可能會側重是做手術那方面 藥物那方面 護理那方面 甚至乎有些叫脫敏的治療 其實都是歸了在內科那邊 呼吸系統科 好 多謝Matthew醫生 今天這個講解太重要了 因為很多時候 香港人都會混亂 雖然病就不會理會 進來打你就打你的 其中最惡的病 當然是癌症 今天的主題也是 因為剛才也說到 跟國際新聞有關 開始其實國際新聞 都多了說國際肺癌 例如肺癌 我經常聽到最多 當然跟吃煙有關 之前在國際新聞一天 都找過Matthew醫生上來 但除了吃煙之外 很辣的 香港的禁煙更加做得更好 我會這樣說 屬於世界數一數二的低吸煙比例 從以往的十幾個巴仙 大概現在只剩下10.5個巴仙 比起我們鄰近的地方 譬如說新加坡 他們都去到十六、十八個巴仙 香港人整個去的地方 乾淨的地方 日本 他們吸煙的比例 都去到二十幾個巴仙 日本很厲害 日本吃得很厲害 是 真的很厲害 不過他們也禁止了 不可以在街上吸煙 是 主要都是吃煙為主的 所以肺癌的話 但我們剛才就說 其實現在 其實台灣也有些研究 都有一半人是不吃煙 甚至乎我們 自己做肺癌的醫生人來看 可能超過一半以上 是不吃煙的 那關不關二手煙、三手煙事的呢 這個都會有關係的 二手煙呢 剛才我們說了標籤 吃煙有關 那是第一手煙 那很多時候發現 就是女性不吃煙 有些腺臟癌 都跟吃煙沒什麼關係 那為什麼要提腺臟癌呢 因為吃煙通常是小細胞 或者是輪臟癌有關 你說腺臟癌 是不是就是肺腺癌 肺腺癌 那其實怎樣分呢 其實是在顯微鏡那裡分的 用顯微鏡才能看到 那個腺就是 譬如好像口水腺 腺癌、分泌腺等 那些多數都跟吃煙無關 那如果跟吃煙無關 那又跟什麼有關呢 對… 如果在醫學上 有第二樣最常見的 就是叫冬氣 冬氣呢 就是氣體部首裡面冬天的冬 英文就是V道 不過呢 這件事其實也防不了 也都好像大家都很陌生 坦白說 都是只有一個G字 因為它其實在大自然地下 都會有的 那如果再以外相關的 大家都估計的一件事就是 是環境的空氣污染 PM2.5 那已經被列為一個 一級的痣癌物 那… 不過也都解釋不完 譬如說大家都是 呼吸同一個空氣 為什麼…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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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歲也不見她長肺癌 是吧 這些是跟一個基因 它的傾向 有些人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他容易受到吃煙 或者不吃煙的影響 少許煙而已 二手煙的 或者空氣污染的 都導致它的基因受到破壞 就容易產生痕癌 那這個跟遺傳也有些關係 所以… 所以看到 對… 所以看到剛才一開始 MUFFY醫生也說了 其實那個治療肺癌的突破 就是那種 量身定做 看着你的基因图谱 针对性地去医 所以也和你刚才刚刚说到 和基因令你更容易患肺癌是有关系的 好了 如果我们有了基本认知 第二节回来我们去了解一下 究竟有什么方法医的呢 现在最新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手术又是怎样的呢 药又是怎样的呢 回来再和Matthew医生聊吧 好 今天继续和Matthew医生 讲一下肺癌 因为其实全球都倒数进去 这个世界费癌大会 我们也继续国际时事 刚才说到最新的发展 都是与基因图谱 然后度身定做治疗方法有关 如果我们说肺癌的分类 是否一般来说都是分 我们平时听到癌症分1、2、3、4 这样分法的医生 没错的 但是主要我们就会分 早期就可以用手术的 另外一种是不能用手术去治疗的 是 但是难以 如果我们可以用手术去治疗 其实是好事 因为那个传活率 甚至乎叫做断尾 机会率就会高很多 因为你拿走它 没错 就是将卷头移除 对 你移除了 不用再放在这个医生里 但是做不到手术也不是钻网的 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个概念 就是与癌共存 就是与癌症一起生活下去 好像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但是那部分来说 要保持住生活质素 就是用药物去治疗 就是在标靶和免疫治疗 那里有一个近几年 一个重大的突破 那先说做手术 因为还有几个课题要说 其实现在做手术 据我了解都比较努力了很多 是 没那么大刀的 现在有多少种做 去到现在 2019年 最新发者是如何呢 在肺癌的手术 现在先说以前 就会开了一个很大的疤症 差不多由前面拉到后面 其实现时来说 最常的都是微创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说 第一件事就问 是否微创的 甚至乎我会这样说 其实就算不问 都是微创的 只不过我们也要 交代一声就是说 绝大部分都是微创的 但是有时进去 要视乎的情况 譬如它黏得很紧要 或者它和血管很难分割 或者有时有些突发性的东西 都可能要做开刀的手术 看它的位置 是 看它进去才知道 你刚才说的这些治疗方法 肺癌和肺腮癌 是否都是一样用这种方法的 也有少少不同的 因为肺腮癌 通常发现的时候比较迟一点 甚至乎如果我们来说 整体上来说 肺癌大概做到手术的机会 大概两成半左右 但是肺腮癌 通常它的倾向 就比较容易走散 或者它叫做多发性 很多时候如果做到手术的那些 通常都是无意之中发现的 比如说它可能做一个心脏的检查 或者一个例行的检查 才看到有个影 就是做那些检查 都是用X光去做的 如果以2019年来说 多数都是电脑素描看到的 因为X光看到的东西都比较迟 因为软组织 通常都X光未必可以 可能要1cm或以上才比较 未必看得很清楚 电脑素描 例如细致2-3mm都会看到 不过可能反过来 电脑素描看到很多不相关的一点点 比如叫结节 在结节上 其实90%多都是跟癌症无关的 不过就会有些虚经一场 医生你是呼吸系统科 那你是否不常做手术 或者其实你跟要做手术的医生 是如何合作的呢 做手术的科就叫做心胸肺外科 外科通常的界定就是做手术为主 内科通常是用药物的方法为主 不过现在这个年头 也有点模糊的 譬如我们内科主导是做气管镜 气管镜其实也有很多种 譬如有一些叫做气管镜的超声波 气管镜超声波 也可以替代了传统的中格镜 传统中格镜就要全身麻醉 会留下一条很长的疤痕在那条颈 那条颜色的创造比较大 这个镜是主要用来找什么 找就是找那个癌症 又没有转移到垃圾 但现在呢 譬如近这十年 自从2006年开始 其实我都引入了这个超声波的气管镜 就已经可以在透过气管镜 比起微创还要微创 直接连伤口都没有 因为它在气管里面 我们已经可以拿到那些足够的样本 去做基因图谱的分析 传统的气管镜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几 找到那个基因图谱的机会 那透过这个超声波的气管镜 可以看到九十几 医生 医生 既然这么神奇 又是你引入呢 我问得仔细一点 是 超声波气管镜 即是在里面照超声波吗 没错 在口里面捐下去 在那里 在那里 好像照位镜一样 不过呢 大家都是透过口 不过去的通道就不同 去到那个气管 就可以去到那里拿到淋巴的样本 就不用整粒夹出来了 创造就少很多了 那拿到那个基因图谱之后 就可以知道 究竟用什么药物去医治 但是你拿的时候 其实是拿多少度的 可以做到DNA分析 都不需要整粒夹出来的 那其实呢 我们都要拿到十几块的样本 去做分析 但每一块很小就可以了 每一块很小也可以 是的 那也有些人会关心 会不会做就不痛 因为麻醉了 做完之后会不会痛 其实做完也不痛 刚才有说过 其实肺里面 气管里面是没有痛的感觉 所以拿出来 然后做一个基因图谱 那你再度身定做那个 针对性的治疗 针对性的治疗方法 比如它可以做到手术的 我们首选的都是先做手术 如果它很局部的 手术也都处理不了的 那可能做一个同步的电疗 化疗 那这个也是一个根治性的 治疗的方向 那再下一步呢 就会用标靶 但是如果标靶也用不到 好 我们才会考虑 譬如说免疫治疗 配合可能化疗 或者是一些叫做 血管的靶向的治疗 可不可以也要和观众讲解一下 标靶治疗在肺癌里面的原理 和免疫治疗有什么分别 怎样操作 怎样运作 先讲化疗 化疗就是 大家都知道好与坏的细胞都会伤害 所以都要本身体质比较强的人 才可以适合做化疗 那标靶也是他集中 就是针对那个癌细胞 它的生长 它的原理就不是说去破坏那个癌细胞 而是令到那个癌细胞 它不懂得自己再繁殖下去 因为癌细胞它繁殖的速度 远远比我们正常的身体 但是标靶它就不会影响 我们正常的细胞的繁殖 但是它会 所以叫标靶 特别针对那个癌细胞 它不让它再繁殖下去 它会找到它 好像跟它做绝育一样的东西 旧那些虽然它生产得快 但是它也会衰退得快 所以就会不见了 免疫疗法 免疫疗法的原理也不是这个层面 有点横向去看 就是它用回我们本身正常人的免疫能力 它将那个癌细胞的假面具拿走 令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警察 知道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人 在那里 捉住它 它就是癌了 打它 不过虽然这么说 其实无论是标靶 还是免疫治疗 其实对身体也有一些副作用 甚至可能会有致命 不过比率就远低于其他的致命 我们谈点戒烟 我们有什么要注意呢 如果真的要戒烟的话 其实香港戒烟也非常成功 刚才我说过大概10% 现在吸烟的比率 其实戒烟的方法 或者我都不需要再多说 普罗大众市民走去药房 本来想买猴糖的 其实旁边就是一些戒烟的猴糖 戒烟贴 那些真的有用吗 有用的 这个是医学上批准的东西 只不过医学上批准得来 又不需要医生纸 但是也有一些是需要医生纸的 要看医生的 其中一件事我正在想 就是会不会有些市民 尤其是女士 他要戒烟 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吸烟呢 他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当然潮流 或者种种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但会不会跟身形有关系呢 会不会说 打算吸烟会不会是一个 减肥的一个方法 我相信会不会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不过首先要说一件事就是 原来肥胖的人士吸烟 不乐男女 他容易增加了血块的形成 有一个叫肺血管动物生失的现象 很恐怖 肥胖和吸烟是一个很大的杀手 虽然有些人会觉得 吸烟会瘦一点 戒烟会肥一点 但是原来某一些戒烟的药物 他同时也可以有体重下降的功能 所以就不是说一定要 戒烟就一定会肥 就不是这样的 对啊 所以不要被罩自己了 听Matthew医生说 快点戒烟 今天多谢Matthew医生 跟我们讲解了这么多肺癌的最新发展 那你去完参加大会之后 我们有时间再约你上来 谢谢 吸烟者患肺癌的机会率 比非吸烟者高达900% 而燕印大的人士患肺癌的机会率 更加高达1400% 其实除了肺癌之外 吸烟还会引起其他的身体疾病 例如伸直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又或者是心血管疾病 而致癌的物质主要是来自焦油 而且还会影响其他人的身体健康 所以都是那句了 快点戒掉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